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戴麦长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费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最近发现了很多芒友反映 他们被人自动退订了我们的频道 希望大家高抬贵手 检查一下有没有被退订 如果有的话,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订阅我们的频道 多谢大家 今节我们就说一下娱乐 其实说一下一位我都很喜欢的台湾女星 就是林森余小姐 林森余小姐其实近日就是晒出了她的毕业照 原来林森余已经是修读两年的碩士专班 其实就毕业了 其实她学的就是传播管理学 终于顺利毕业了 也都是获得结出表现奖 不单只得到毕业证 学业成绩也不错 林森余其实入行已经超过20年了 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我估计大马帅有看过什么? 我估计猪卡格 猪肚一定有,那么出名 其实林森余当然是这个叫做 其实她十九岁的时候 不单只十九岁 她三岁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人觉得她很有趣 问她做不做童星 那十九岁的林森余就在一头剧一边 她做了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角色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Cellet Fair 其实就是包青天 是啊 在包青天之梅花道里面 就是色影的飞凤棍主 但其实如果她不说我也不知道 我说什么角色,对不起 她的样子很适合古装 是的 因为有那种古典的味道 当然现在 我觉得她更多的是那种叫知性 那些气质十分好的 当时十九岁的时候 林森余初出茅庐 叫肖可爱 也带野蛮 22岁就差 接近 开始上星期 上星期当然是 夏紫眉 紫眉哥哥 幻数中港台 没错 东南亚也幻数 之后还拍了很多版本 又翻译成韩文版和印文版 是什么呢 当然是刚才我们说的 环珠格格 红遍大江南北 整个大中华地区 都知道她是什么人 这个角色 不单止有财情 其实 智商也高 有色大体 又温文而雅 亦是不少人心中的女神 自从还珠格格之后 当然她和赵薇是两样东西 大家演的角色 其实都挺大区别 23岁 另外一个角色 我也有看的是食神 就是赵珊珊 不过这个可能不是很多人看的 34岁 不知道大马长有没有看过 我妈妈看过很多课 美人才知 美人心计 当然她是会拍豆乙房 这个其实很好看 我也有看 其实很少看中文剧 但是我也是有看这个 其实一身 红衣的古装 真的感觉很雍容华贵 很大气 40岁 我看我妈妈说 她有一套好看的就是 秀丽江山之长歌行 又是古装 是啊 就是饰演欣丽华 也是一双美丽的眼睛 依然是好看的 当然了 在2016年 她人生就有一个变化 就是结婚 那 当时有人就问 还有霍建华 挺有趣的 他们是长期好朋友 就是 据他们说 用了十年时间 把友情变成真正的爱情 也是一件好事 当然 现在她也很幸福 大家知道 其实林心如 有碩士学位 也做了刚才是拍剧 其实她也是有很多事情 事情不是不好的 其实就好像 现在贵为人母 也自我突破和增值 现在还挑战担当这个幕后制作人 算是家庭和事业都兼顾到的 看她毕业照 那是大马帅的徒友 其实真的冷冻 好像没有老过 是的 其实是成熟了 其实这种美 是比她的 紫微格格好些 因为现在这种 气质和当年那种不同 我更加欣赏现在这个 看上去都很有少女感觉 还有 又是女强人 也照顾得自己很好 保养得亦很好 其实都是很多女生的 叫做 榜样 榜样 其实说回林芯如 形容这两年的碩士 课程的生活 充实 但又有些曲折 其实她在2019年 入读世纪大学 碩士专班 刚才说过 是传播管理学 第一年 上学期 原来是去上海上货的 下学期 疫情 搞到要线上上货 第二年 疫情好一点 其实她说的疫情 是指中国内地 当然现在中国内地很狠 后来就改到台北上货 怎料 台北现在当然大事 继续是有19 又改到 线上收货 连毕业礼也是线上 哦 挺没人 是的 虽然这样 但她也算是圆了一个 碩士梦 恭喜她 其实去年 林芯如制作 一部电影 叫《华登初上》 不知道大马上没有看过 我看了少许多 其实就是 做了导演 其实 开镜之后 记者就问 喂 你这么急去哪里 不好意思 我赶着上课 哈哈哈 一开完镜 不好意思 我赶着上课 所以林芯如 经常都是第一个 无论在线上 还是在实体的课室学习 经常都是第一个到场 学习上课 不会因为艺人的身份 一单五五学业 其实大家都应该学习 另外更加属于叫 雪巴 学霸级的学生 林芯如在社交媒体 其实透露 2020年 整年都在拍戏 所以她都会 预先请假去上课 这些态度 都是值得欣赏的 现在这么多人是 请假去玩 她向剧组 虽然她是老板 她向剧组请假去上课 哈哈哈 所以 这些我们应该学习一下 是吧 嗯 其实大家知道 林芯如 现在结了婚 也有小孩 她之前 也说了一些 叫做 这么多年了 如何蜕变 当然 第一件事 人家问她 你单身的时候 你觉得如何? 她的回答 我觉得 充满了智慧 还有 我也说过 其实 我欣赏的女士 或者 我 年纪不断长大的时候 我是很欣赏 或者 喜欢一些 30岁以上的女士 当然年纪不是 绝对 但是有些经历的女士 是比较吸引一些的 当然 有人说 不是 不是什么男人 不是什么年纪都喜欢 十八二十二 其实我不是 说句老实话 我真的不是 其实 人家问 林芯如 你现在结了婚 你觉得 自己单身的时候 是否幸福 其实她就这么说 她说 其实 无时无刻 你都要自己 要给自己 一个幸福的感觉 就是 好像你吃到一个 很好吃的下午茶 配一杯香槟 或者 和几个姊妹 在家里聊聊天 喝杯红酒 其实你都要为这些幸福 其实就是感恩 感恩每一天 是吧 我觉得就是这样 其实 人生就是 我们又不像某些人 要什么五年上市 是吧 其实老实说 每天 我有得做节目 我都觉得自己很幸福 起码可以 和大家交流到 没有人家那么厉害 教什么上市 做什么商业都没有 这个不是我要的 亦不是我想 想都不敢想 林芯如还说 她觉得 单身的女生 要能够知道自己如何才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不要被生活牵着鼻子走 也不要因为你单身 之后一直想 我一个人很可怜 她就觉得 单身独立 你享受生活 享受自由 享受自己和自己独处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后来 她 她是很能够分享自己和自己的独处的事 当然 有了婚姻和工作之后 她是很忙 但有时候她也会特意减少一些工作 在台湾留长一些时间 因为她之前和很多台湾的明星一样 都是长住内地 她老公更加长住内地了很久了 哈哈哈哈 所以她就说 她很喜欢晚上工作完之后 自己为自己倒入一杯小酒 喝比赤口子 整理一下东西 看看电视 看看剧本 她就觉得很享受 有时候都懒得出门 还有她觉得单身的时候 是最好的增值期 因为自己的东西可以把握 是吧? 其实也是 她就说 她很希望自己能够非常灑脱地想爱就爱 然后该爱就爱 如果遇到可以和她奋不顾身奔向她的那个人 她觉得一定要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就算可能受伤 就添添伤口大哭一场 大醉两场 总是惊守得起 女人永远不可以对感情失望 亦不可以对自己失望 其实我觉得后面那句更加重要 不要对自己失望 当然她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生活的灵魂 现在她有家庭 有了家庭就很不一样 她就说 现在有家庭 你除了要和自己交代之外 亦都要和你的家人交代 这个就是责任减 现在她就是三人的幸福 有小弟哥 好了 亦要享受 学会享受 第二种生活 即是有小弟哥的生活 亦都要学会享受 是,没错 没错 所以 我觉得 我们很多网友都很聪明 无论单身 还是有家庭的网友 我都在他们身上学会很多 很多事情我都会问他们 其实 无论男还是女都好 单身 或者有家庭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我自己觉得 要知道自己需要些什么 不要随波逐流 因为有时候别人的东西 你怎么说 适合别人不代表适合你 就好像有些人可能适合单身 你自己觉得活得开心 那就自己做好自己 有些人觉得 我需要一个依靠 那你就努力去寻找我 但是就不可以 叫做 我就是这样觉得 是吧 当然 现在他有老公 佛健华 还有一个女 他从环珠格格里 里面的紫尾格格 叫做 有些baby fat的少女 当然现在 已经贵为人母 我更加喜欢他现在的气质 比较知性 和散发出一种成熟的美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